台灣其實就不用多講嘛 就是高端嗎 內壓嗎 國光嗎 欸對我是查了之後才有國光 我覺得台灣媒體不知道為什麼 比較少查到國光 對啊 他講的最多 他講的最多重點 通常也會是他的內容 後方無價 對 這個東西就不屬於我們解釋過犯罪 我們就不提了 沒錯 因為病毒會進化嗎 那我們人類其實對抗病毒的方式 也會有所進化 我們的疫苗 疫苗也是要跟著 有一些改進 那 除了我們現在現有的 我們剛剛最早前面講的那幾種WHO 通過緊急使用授權的那幾種疫苗之外 我們現在還有打先疫苗呢 臨床中就已經在進行臨床 實驗了102種 對 然後臨床前開發的疫苗呢 有185種 就其實加價已經快要300種疫苗 對啊 就世界各地的各個藥廠 他們都是用自己的方式來處理 這種新的疫苗 就是看大家的速度 對 然後我們其中又有幾 其中某一種技術 你之前就是 重組蛋白 就是重組蛋白的技術 算是最多的 只有高達31% 對 那為什麼會是這個最多呢 主要是因為它這個是 人類傳統以來做疫苗的方式 對 最慢但是最安全 對 就像高端也是用這個 beş 那為什麼 就那個什麼 Novavax 怎樣 講了一個 Novavax 在高端的部分 très高端非常提高 我們怎麼會包圍之內容 應該說就是現在除了目前市面上那些主要主流的疫苗以外 其實各個國家都有在積極研發他們自己的疫苗 國產疫苗像台灣也有嘛 然後南韓跟日本其實他們都有在開發當中 就是南韓現在總共有五家藥廠正在開發那個疫苗 第一家叫Genexin 還有那個SK生物科學啊 Genexin 還有Celi 還有U Biologics 就這五家 但是他們的速度其實我覺得整體來說算是有一點慢的 就是以南韓政府的這種效率的話 就是我是覺得說如果他跟世界其他各個疫苗的機構 相比差不多的話那 應該是差不多的 對 那背包該合理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像日本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很多藥不是都日本來嗎 日本應該比較快 可是他這次還是也是很慢 對 那我的意思說會南韓 我會覺得比較慢是因為南韓 他們是一個非常注重國產的東西的國家 對 能有國產就不會 對他們是非常喜歡支持他們國產的 所以 所以政府也會很積極的想要去扶植就是國產的東西 所以就在我來講 我會覺得南韓藥廠的這個速度是有一點慢的 然後其中這五家呢 有一家目前速度最快就是Genexin 他現在已經臨床二期好像快結束了 對 其實我有在查他臨床二期的那個資料結果 但我都沒有查到 所以應該還沒公佈 對 可是他們有跟 因為你要找很多的那個受試者嘛 所以他們是有跟印尼合作 所以他們也有在印尼做實驗 對 然後 他們現在做到二期 然後已經跟印尼簽了疫苗採購的合約了 對 所以就是印尼已經先下手為強 這個意思是說 在還沒有疫苗成品出來之前 印尼就已經說好我要買你的疫苗 對 因為是二期吧 對 二期的時候 聽起來跟我們的搞分是有點像 哦 對耶 哈哈哈哈 這個也很講話 但是細節我不知道 對 然後他準備要進行全球大規模的三期實驗 但是我有看到一篇新聞報導是在講說 他們一期的 第一期的臨床實驗的結果就已經出來了 但是裡面其中有一個他講到是中和抗體 他說這個 他們的這個疫苗叫做 GX19N 這個疫苗他的中和抗體 最後出來的結果只有康復患者百分之9.8% 這麼低 百分之9.8% 對就是 不到10耶 對 不到不到一成 不到一成 然後他有講說 莫德納或者是輝瑞他們在跟康復患者 自己康復患者的中和抗體比起來是他們的兩到四倍 對 他中和抗體要到這麼多這樣 可是這個 這個GX19N 只有 9.8% 你剛剛說他是最快的 對 然後出來的東西就是 對 一期的結果 對 二期結果我還不知道 OK 對 然後人家大家現在 就是 他這個結果出來之後 他們股價其實就跌了 好 對 就是想說 阿芳什麼事 這個 這樣還要繼續做下去嗎 對 但是目前看來是還是會繼續做 對 而且你要知道他們做三期是非常非常花錢 嗯 我看了一下 他說 一個人 一個受試者的費用是500萬韓幣 是2萬台幣 對 OK 對 所以他說三期應該需要數千億韓幣 大概一億出 如果 對 OK 整體來說 南韓政府是希望能夠在明年的上半年 能夠 呃 量產 明年上半年 對 欸 但你那時候你會覺得就是 你有很意外說日本怎麼還沒有疫苗嗎 我本來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我本來一直覺得說日本應該是一個 呃 各種技術都應該走在很尖端的國家 那自從我看了某一年的正宗歌吉拉電影之後 對日本的 什麼啦 為什麼成了歌吉拉 大開眼界啦 尤其是 什麼意思 呵呵呵 如果有看過的朋友們應該知道他裡面直接在描寫說 日本政府在處理那種重大危機天災的時候 效率是非常非常差 像這個我不知道有沒有所謂的日本政府就是有插手去協助或是處理 如果有的話 效率變慢 我覺得 我發現說有的話會更慢 沒有沒有 對對對 有的話會更慢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事情 嗯哼 那我們現在這個CG上面有看到總共有四間嗎 就 東京第一三共主師會社 然後第二個就是閻野藝 閻野藝我有看到他是去年12月就開始臨床就一起跟二期 然後他有最近有說就是預計今年內要量產 我覺得這速度有點快 那算快喔 對啊 可是你看 應該是沒有被日本政府拖到 呵呵 可是你看第四個那個 那個Angels 嗯 他其實才是最最快進入三期的啊 可是他卻沒有說什麼之後的量產時程什麼之類 大家的把握不一樣 喔然後 因為南韓他的那個疫苗啊 其實他們 五家制藥公司裡面都沒有用那個mRNA技術 全部都是那個檔案子 不是 還有一個什麼DNA之類的 就不一樣 可是都沒有mRNA 對 所以就是有一點會 人家會覺得比較難比較 去跟現在市面上的那個 因為做法都是一樣 出來的成本應該是差不多的東西 嗎 不是應該是說他們要 如果要去比較的話 就是你要 就像我們高端不是他說要跟AZ去比 對 就是他們有市面上的一個東西去比 喔 OK 那再來是 哇 這個美國最新的這個疫苗 Novadex 對 聽說他好像 蠻有用的 對 他最新的結果出來是 成人的 對成人的那個疫苗有效度高達90.4% 然後是超過嬌生 因為嬌生是一季 我是覺得你能贏嬌生應該不是買的 你怎麼 不好意思啊 對 但Novadex 我記得男孩他們也已經有簽了 他們已經先簽了採購合約 對 那也是沒出來 但他們就一直說 我要買 對 對 就看你有沒有賭 對像 等一下講的那個他就是賭錯了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這個是什麼呢 你有沒有跟大家介紹一下 等一下這個就是 德國的一家也是製藥廠 叫CureVac 而且他的 投資 投資的那個金主 其中有一間是比爾蓋茲的公司 就是旗下基金會 或者眾多的公司 對 對 那一種 對 然後他最新的結果是 中期的結果 就是他的這一款疫苗的效力 只有47% 有到五成了 哇 可是我覺得他會這樣是因為 我們有查到的資料是說 他其實是因為針對 專門針對變異種的病毒 對 就是他可能本身把自己的 限制加得比較多 我看到的他是說 他們也是找了很多的受試者 但是這些受試者裡面 感染的都是變種病毒 對 我覺得就是蠻 是巧合嗎 他們他裡面報道裡面沒有寫說是故意的還是怎樣 只是就是說他們裡面這些人 他們感染的剛好都是變種病毒 然後他們對於變種病毒的效力可能就是比較差 所以算起來就是只有47% 有可能是一開始研發的時候地球上只有原生病毒 對啊 然後你隨著研發新果原生病毒已經死光你已經找不到 只剩下 找得到感染變種病毒的病患了 所以就產生了這樣的結果 對 所以他股價就大跌這樣子 這幾天如果大家看新聞的話 你會發現有個名字叫做衣維郡樹 對 這個東西本來是知道這幾個床 然後因為這個東西傳出來之後 有些小道消息說某種的 行屍床 不用的行屍床 並臨裡面有大量的衣維郡樹 然後所以就是有市面上有些強迫的示威啊